2024大選逼近 民進黨內被認為挑戰大位的 就屬主席賴清德 不過他的副手可能找誰 也引發關注 現在媒體人黃光琴爆料 賴清德曾私下找 被稱為防疫女神的藝人 賈永捷來擔任他未來副手 今天民進黨的終職會結束 賴清德特別對此事來否認 說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我們聽一下他怎麼說 賴清德說自己都還沒有拿到 代表立雲參選總統的權利 更不可能在此時此刻 談論副手人選 其實賴清德找賈永捷 這個消息一出後 賈永捷更是哭笑不得 表示太好笑 坐在家裡這種新聞 都會掉在我的頭上 更澄清自己根本沒有要選